现在时间11月2号的早上 各位投资者好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形成一个大涨性的行情 两次突破4400家个股市上涨的 对于今天我们很多投资还是比较期待的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琼指数下跌0.24% 同时NASA指数下跌0.89% 标牌指数下跌0.41% 昨天美联储鹰派的声音再次响起 所以说导致了美国三大股指是高开之后的震荡下行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的中概股是以普涨为主大涨超过3% 回到我们的A股市场上 昨天走出一个放量底部大阳线 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标志底部已经是成立的呢 我们看到接近于2863点的底部 我们在昨天的收平重点强调 反弹和反转我们重点看政策的持续性 因为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2934点整体政策是一个接着一个利好的消息的引来 也就是真金白银的政策整体脱底市场 这是核心关键 就类似于2863点之后 整体政策是一个接着一个 同时资金的流动性 那么资金流动性体现在放量 昨天是9775亿 那么好 今天需要仍然的放量 至少不能低于9000亿 而且是量能的稳步上行 这才代表的是什么 有赚钱效应 有增量资金持续的突破前期的高点 包括还有板块的轮动性 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涨幅局前的主要集中的消费类 酒店餐饮旅游 包括酿酒板块 消费类昨天是涨幅局前 包括大金融我们看到保险和证券板块相应有表现 其他多数板块是以跟涨为主 就像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的什么 也就是一轮行情 大金融大科技大消费板块形成一种搭谈 而中小盘个股题材个股唱戏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整体的题材 比如说性创类 包括像数字经济科技类 我们看到昨天半导体也是一个跟涨 所以说10月31号这个位置的低点 我暂时不认为是一个大级别的底部 从结构上是否走出一个C4浪的反弹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认为会不会走出一个C4浪的反弹 反弹结束之后还有一波下跌 那么目前我们要关注一下压力 也就是在3010点这个位置附近 对于上证指数是压力 也就是回补上方缺口之后 3010点这个位置 我们要关注一下压力位会否继续的一个下行 这是上证指数 反观科创50 我们看到在近期一直是强势的上涨 但昨天整体板块大盘上涨的时候 仅仅上涨1.40% 科创版整体形成一个反转性的行情 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当然在昨天晚间也传来一系列消息 将继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举措 全面落地充分险效 也就是刚才我们强调政策的持续性 下一阶段政策的利好 相信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同时五部门全面提升虚拟现实关键器件 内容生产工具专用信息基础设施的产业化供给能力 今天是不是轮到了虚拟现实概念形成一个反弹 当然虚拟现实这个概念也是数字经济分支之一 主要就是VR还有元宇宙等 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而言 技术上我们暂定看C四浪的反弹 压力位时代3010年附近 之后会否继续的震荡下行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 所以说对于反转性行情而言 关键是什么 首先有政策的背数 其次持续有资金净流入 再其次我们看到相关性的行业 就是龙头行业 龙头板块 龙头个股 持续发生 持续有利好的消息 不管是技术的迭代也好 不管是政策的加持也好 等等的 这些龙头企业 是随着技术 包括资金 以及整体未来的可预期的利好 我们很多投者 其实都关注这些板块和个股 那么市场形成有赚钱效应 才会有一大轮行情 所以说吧 我们等待这一轮行情 能不能形成底部 或者说这一轮行情开启之时 相信就会出现这样的景象